Hello,欢迎收看公民丁 今天我们要介绍政党与第一团体当中 关于政党形态的部分 所谓的政党形态呢 是由国会当中或是立法院当中的席次比例来做判断的 透过理解政党形态 我们可以判断各国的政治发展状况 而我们大致把政党形态划分为 一党制、两党制以及多党制三大类 我们就先从一党制开始吧 一党制下面又被区分为一党专政 以及一党独大两种 而在一党制的国会席次分配 大概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政党超级大 其他的小党没办法跟他对抗 就会是一党制 然而到底是怎么样的难以抗衡法呢 这就是我们区分一党专政与一党独大的诀窍啦 首先请先看一下一党专政 这边强调的专就代表说 只有我专门可以享有政治权利 换句话说 只有我可以执政 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 这边我们说的是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被最大党认可的政党 人就可以进入国会当中 不过这些政党并不能发挥制衡与监督的功用 至于一党独大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大 有大就代表有小 所以说国会当中有很多小的反对党 只是这些反对党并没有取得政权的可能性 也很难对执政党发生制衡的作用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发现 一党专政通常都是在独裁国家 像是北韩的朝鲜劳动党 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等等 至于一党独大 则是以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为代表 你现在看到的图就是新加坡国会的组成 或是在2000年以前 长期由国民党执政的台湾 也被视为是一党独大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党制吧 这个图表大概是两党智会长的样子 你可以发现只有两党有机会执政 而且通常也是这两个政党轮流执政 除此之外呢 会有很多小党是合法存在的 不过他们在国会里面的席次都非常少 几乎不可能取得政权 我们就会把这个状况称为两党制 局务来说 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你现在看到这个图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政党组成 比较多的是共和党 比较少的是民主党 另外在2016年要选举的美国总统大选 最有可能当选的也就是民主党的希腊瑞 以及共和党的川普 另外台湾的政党形态也被视为是两党制 因为长期以来就只有民进党与国民党有机会执政 事实上也是由他们轮流取的政权 这个就是两党制的特色咯 最后一个是多党制 它可能会长得非常有创意 像是这个样子 在这状况你可以发现在国会里面有很多政党都有一定的席次 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政党可以超过半数 如果是在内阁制的国家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是由国会的多数来组成政府的话 那么就会需要组成所谓的联合政府 也就是说有两个以上加起来超过半数席次的政党 一起来组成政府 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是丹麦的国会席次 由自由党跟其他三个政党一起组成政府 你可以发现自由党并不是最大的政党 但是人都可以透过其他政党的支持来组成联合政府 或者是像德国 他们是由最大党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以及第二大的社会民主党 还有一个基督教社会联盟 共同组成联合政府 而其中德国总理梅克尔就是基民盟的主席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政党形态的介绍 但这些形态到底有哪些优缺点呢? 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我们会在下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绍 大家要继续收看哦! 今天的公民丁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要记得帮我们到Facebook按赞 还有到YouTube订阅频道 只要搜寻公民丁 教室影片分享平台就有啰! 公民丁!我们下次见! 拜拜!